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绩优异者将直通季冠军争夥赛 每一赛季胜出高手与争战年终总决赛 最终选出娱乐耍大牌年度排王 战鼓雷 萧嫣起 2019娱乐耍大牌排王争霸赛 我们等你来战 今天打败了三连贯女类主的于心副手类 结果她这场比赛又迎来了两位女选手 秦文明和田基密 两位挑战者不仅运气不错 实力也不错 特别是秦文明 在上半场的比赛中基本没什么失误 小比分领先 这个牌来了之后我该不该要 她都显得很果断 到了下半场 两位女选手依旧冲劲十足 于心副的手类之路有些吃力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呢 拭目以待 登陆3w.google.cn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 没有什么烦恼是一天看两次娱乐耍大牌 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看三次吧 2019年娱乐耍大牌赛事大调整 除了每天五间十二点档和傍晚十八点档 还新增一个深夜二十三点档 一天播三次 欢乐不停 精彩延续 一定要听到看 所有到看 无不赚心的看呢 娱乐耍大牌 台湾中大赛 有点选拳牌 大家好 我是小星海 我是胖哥 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 锁定文体娱乐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 娱乐耍大牌 上一期节目结束以后呢 我觉得有点小遗憾 我们的类主女类主三连冠拿到 结果四连冠冲击失败了 其实我觉得哪个输哪个赢得很正常 然后我昨天就在想有一个问题 胖哥 你看 我发现有很多选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现在不是有季赛决赛吗 他打到三连冠拿到这个季赛决赛门票以后 就掉以轻心了 我以为你说还没有动力 对 也就是没有动力 然后又随便打就输掉了 但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本来来说 三连冠四连冠打到后也很难 其实但有关自身实力的原因 从我来说 我发现现在咖得了 要不然我还是我知道得说的 要是个坎坎来的 我觉得以后咱要把规则改一改 所以说三连冠可以拿到季赛决赛门票 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一季度 然后好成绩特别多的时候 咱就从好成绩往下排 排到末尾的 对 末尾淘汰者 我们现在要激励大家 就是拿到好成绩 不管那个时候 都是为了呈现精彩的比赛 今天我们现代人赛来的选手 大家好 我来自沙平坡 去我是叫田津边 我之前在南宾路 沿雨茶楼 那个地面上打那个地面 好 都有心来参加那个 娱乐刷大牌 拿那个两年冠 好 这次啊 都是我在那个手机上 打那个娱乐刷大牌的海选上 打那个冠冠 打那个亚冠 好 又有机会参加你们这个节目 我很高兴 希望我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啊 发挥我正常的水平 麻烦转 拿一个好的成绩 因为上次打的不是好事啊 那次我真去打个几年冠 麻烦转 尽我的最大的努力嘛 大家好 我叫田津梅 来自沙平坡区 我很喜欢那个娱乐刷大牌 这个节目 我每天都看 曾经来参加过的 但是成绩不是很好 所以说这回我又坚持 打那个比赛 天天都打 打了过后啊 最后啊 取得了一个冠军的参赛 之类的 今天有心来到这个刷大牌 争取今天呢 运气好一点点 排了好一点 大家好 我是本区瑞祖 我叫郁兴富 昨天的比赛 上半场我没有好多失误 一分稍稍领先 到了后面 我越打越稳 成功地把优势保持了下来 最终拿下来比赛 希望在今天的比赛正常发挥 手里成功 今天的那组余老师 他说在16年的时候 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 现在又捐途重来了 对对对 结果一来今天手里 遇到两位女选手 你每得起 你把女女主打下去 他就找我 现在两个来了 加油加油啊 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比赛吧 好 一起来关注我们 今天的比赛啊 首先要欢迎我们的 平衡平派嘉宾 陈亨礼 欢迎 大家好 认识一下三位选手 类主是于心 布脚 两位女选手 秦文明 田继密 布脚 我们还是很熟 看到两位女选手 同台经纪 对对对对 女选手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呢 大多都是运气比较好 嗯 第一把牌秦老师 双王加花牌 两牌 笋子 然后你看 女选手的打法就是 笋子 怎么好打 怎么来啊 不要 也不贪心 坚明派了 那么 不要 我把花牌 留来做顺子 能够打起比较简单 而且 能够打下来 也是按照两张 能够背书来计算的 嗯 我在想刚刚为什么 六七八九十不接回来呢 三代一 他六七八九十接回来 一队勾出去 一队二收 这个牌型也是合理的 不要 他可能是想的 反正单双不过 现在 单单对对 都是可以上对的 因为是全牌了 都可以自己打到路的毛 叫 狗根 耳 狗了 不要 孙子 狗了 不要 耳 狗了 不要 对框 这把牌呢 比较狗狗 对开 狗了 扎完以后 名牌加扎三倍拿下 狗根 先等他看一下分数情况 与选手秦文明十八分 另外两位的分数一样的 都是负九分 布角 三梦 布枪 鞋 鞋 不咬 猫猫 二 小鬼 狗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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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都是变化 不要 到底有对子三代吗 还是有孙子 对落 所以说他 先选择下来个儿 然后打一队先砍哈 如果过来到 对酒 那么 我对酒的砍过不到的话 可能按到 对狗对毛 那个去 对狗 其实这个牌可以下一对劫 嗯 对而关到 不要 不要了 孙子 不要 不要 90勾圈K 可以拿一手牌拳 不要 所以牌都出来了 可以打单张 六四张四 打单张会打网了 网 罗 K 打跪 不要 不要 对狗根 狗狼 对K 杂胆 不要 狗狼 救 好 第二句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 秦温宁现在是12分 内主于心腹3分 田几蜜-15分 这股是12分 在一楼的 股与 别 对狗 cont 八个 八个 下 这个牌 如果说我先起找短章 先打三大就 狂 或许会好有一点 如果说我现在就打到了 那么打对狗 如果回来到对开的情况 我最后可以打在自己 把单打跪的腿 但是能够打的话 你始终想 但是单位也掉下 我们看到外面四张十成炸了 所以对他是有威胁的 落 狂 而 现在 不要 庄家那边来说的话 不要 担心的都是一个 死的没有见 还有一个花牌在外面 怎么能够组成 至少可以组成一部炸弹 那么像秦文明秦老师 他不知道花牌在哪 田津秘呢 也不知道四张十在哪 他们相互之间呢 可能会有所顾忌 没准会给内主机会 狗狼 狗狼 对狗狼 主要都看那时候田津秘语 老师会不会拿对K来封 对K 不要 打得 过了 从那时候拍都看得出来 那个田津秘诺 攻击还是非常不错 对狂 过了 在反应对圈呢 对K 既然要上对K的话 不要 反对着的道理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变数 你看田津秘诺的牌 花牌当五 他这个牌 既然留到最后 其实是不掉单的 所以余兴富 他的这个牌的问题在于 他不能保单 他保单的话 都很容易就炸 对 而 不要 这样的话 应该两家都不会炸 他们不知道花牌 在哪 四张十在哪 炸弹 不要了 还有今天那两位旅选手 不要 挺那个怎么说呢 挺果敢的 嗯 对 现在看一下怎么发展啊 田津秘诺花牌当五 这个牌是够打了 因为今天是打牌了 孙子 果浪 果浪 对高 呵呵 有时候不能表扬太早啊 可能之前有几手打得很妙的牌 只是出于巧合 对啊 但这也算是犯的一个 比较低级的错误了 说明这个算牌是有很大问题的 现在来看一下分数 请问名是八分 余兴富十一分 田津秘诺富十九分 嗯 我们从来不要求选手 就是说基本还有多么的精确 或者是记住什么花色 但是 嗯 K尖二王花牌 是应该要记住的 嗯 三梦 比如说在学乌地主的时候 起码都要记四一上的牌 如果觉得四一上的牌 记忆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不强 那么加二王的 中共只有四张牌 其实这个记起来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 对于初学者这算是一个很低的要求 很低的要求了 嗯 对三 对五 对六 对七 对四 过了 对狂 对K 不要了 不要 路 K R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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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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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勾都打大了 也就是是四代二是有机会的 因为庄家保单了 这种牌自己能够打得完的情况下 而且本来 你那个时候如果说想用咋的话 肯定是不显示 咦 哎呀这个小牌打输了呀 好可惜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结束之后 现在呢 秦文明是五分 于兴负八分 田津米负十三分 总体来说分差不大 我们休息一下进队广告 待会儿再见 欢迎回来接着看整场比赛的第五局 在第四局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一直很遗憾啊 于老师把一把银牌打输了 他可能当时只是算得起 是否开诈去了 田津市那边肯定是生一个王了 那种儿上了手里那么大三个猫出来 肯定是把王 他都没想到去自己 三根接了 可以时代扔个炮 砍得起多一张 都选择了房子 可惜 对了 对焦 对狂 对毛 不要了 不要 三代意 过了 不要 三代意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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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结束啊 K 秦老师现在的分数是23分 余欣负呢负一分 田几米负22分 一梦 不搅 两梦 我要说一分拿得到迪拜 但秦呢是在维加绝对 自己手上就当猫的情况下 前面两架加起来只较了一分 可能觉得手下下面是有点糊 这个牌哪 哪里的底细较个两分呢 好在有张大王 你牌力稍微增强了一点 他所考虑的肯定是前面两架加起来 只较了一分 下面肯定是 要么有王 他可能以为是双王花牌 加张二 好 三到九 这个牌四到十 五到勾 看他怎么接 孙子 过了 过了 三打一 不要了 过了 没能够看起 还有可能打赢 不要了 一机会赢呢 我看 过了 我在想打对子田老师为什么不接牌 不要了 堆而关到 不要 其实那个时候打应该都来不接 他毕竟手上 不要了 还有点多 对吧 关键是 同班是接不过 其他 不要了 但是刚刚不抵抗 我觉得也是有点奇怪 嗯 不要了 K 打跪 狂了 不要 狂 好 来看一下第六局结束之后呢 秦文明是27分 鱼星负负三分 田几蜜负二十四分 不脚 两种这个牌还不错啊 不断张 有双王 不枪 这两张四补起来 很尴尬呀 主要是没得死的 那个牌呀 上行牌它连不起 狗狗开猫连不起 鹿七八九连不起 但是我们秦东市那边的牌 自媒队 才是非常的正 够了 虽然说花牌煮不起炸弹 嗯 但是那个牌型是奇增无比啊 自媒队 狂开猫连不起了 如果敢冲三十五六起的话 还直接打帆寸了 不要 孙子 但是有可能是打三道高 对 这样被接个距离 对对对 我们都说 孙子越长越好 嗯 不要了 不要 你这样给了他拆鬼的机会 如果说你是一张二一张圈 或者是十以上的牌 我还是能理解 嗯 你一张七太小了一点 不要 你看 不要 放了一手牌 七 田老师可不能再放这手牌了 二 不要 不要 打鬼 果浪 但是 装机旅行辅务师里边的單牌 已经可以阻断了 黄 孙子 现在的策略就是打单张 用二合间来收全控 儿 不要 不要 对焦 他真的说因为打儿 对死 不要 比如说雨昕扑老师 比如说双方打儿 你要买的车了 我可以少数点 过了 对开 过了 所以说过了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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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局结束之后 现在秦文明24分 余昕负3分 田津密负2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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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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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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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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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算是很整的 就看怎麼上手啊 毛媽 過了 不要 對焦 過了 不要 對狂 不能打什麼都不要呀 那個牌 不要 輸掉了 過了 過了 實際上都是愛砸了 三代一 不要 不要 三代一 不要 過了 而 過了 雜蛋 過了 還好手裡有三 過了 三 好 上半個打完了 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分數情況 首先的是我們的女選手秦文明 三十分 淚煮于欣賦呢 九分 天津密老師稍微落後一點 負三十九分 我們先休息下進段廣告 廣告過後回來再接著聊 天津 幾日起 娛樂刷大牌推出新賽季 新賽制 新刷法 每三個月為一個賽季 賽季最後十五天為集賽決賽 高速對決 華山能劍 通過城城宣帕 角度前三名爭套年中中決賽 最終參賽名額 為了防止高手漏網 十名品牌嘉賓 每人最多兩張負荷卡 為優秀選手展開 再加網絡投票 漏網高手都可以獲得 寶貴的負荷機會哦 全新賽制 只為宣帕出更優秀的力 娛樂刷大牌 夯實力度來 登陸3w.google.cn 或者直接掃描屏幕上的二維碼 報名參加我們節目 沒有什麼煩惱是 一天看兩次娛樂刷大牌 不能解決的 如果有 那就看三次吧 2019年 娛樂刷大牌賽事大調整 除了每天五間十二點檔 和傍晚十八點檔 還新增一個深夜二十三點檔 一天播三次 歡樂不停 精彩延續 一定要給你刀砍 所有刀砍 無無不賺精力砍哦 歡迎回來 這裡是娛樂刷大牌節目的 六支現場 大家好 我是小姐們 大家好 我是陳恒莉 看節目的時候 再次提醒各位 你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建議 都可以來跟我們溝通 跟我們互動 首先可以撥達我們的熱線電話 63606655 除此之外 還可以掃描我們屏幕上的二維碼 添加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文體輿論 耍大牌就可以了 今天上半場的比賽呢 有點意思 首先呢 是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那組 余老師其實是有壓力的 面對兩位女選手呢 在一開始擠把牌 我們覺得兩位女選手 打得都非常好啊 但是看到最後呢 覺得田老師有很多的失誤 嗯 其實從上半場的八幅牌來看 失誤最低的還是 秦吳明老師 雖然說 不光是從他的分數來看 最起碼一個 我們的女主 語心 佛老師老闆 四個四三個不接 都已經 屬於反那個超級低 超低級的失誤了 那麼田老師那邊呢 就是 失誤都相對更多一些了 所以說在整個上半場來說的話 發揮最好的還是 秦老師哈 其實秦老師上半場的牌也還不錯 牌相對還行 那麼秦老師他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抓牌 或者是這個牌來了之後 我該不該要 他都顯得很果斷 很果斷 他不會等很久想很久 對 中共上半場八幅牌 秦老師抓三把 居老師抓三把 田老師抓兩把 然後秦老師抓三把牌 有兩把牌都是名牌 嗯 都是贏了咋的 那麼呢 都是一個三倍的牌數 所以說導致他現在分數領先 但是在他新牌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新牌確實非常的果斷 都和男選手比起來的話 其實並不亞於很多男選手 這樣一說我們秦老師是 有勇有謀 現在分數也領先 累住壓力肯定大了 下半場要看他們三位的發揮了 好 我們一起來關注三位 在下半場的比賽吧 一起來關注下半場的比賽 不 去看一看 不 去看一看 美 碼 這來 還有一個9 哎呦 這個牌好好啊 必須名牌 這個可以的上是天不了已經 ぬ號 對這個必須要名牌 這個不名牌可惜了 我們看應該是有春天的吧 五道K 五道K 穿搭着春天 哦 花牌这边虽说要当酒来接啊 能不能接住 要六道尖才行 对不对 嗯 对 五道K 需要六道尖来接 嗯 这边不够 还差一张 孙子 怎么搭着没在春天呢 对呀 你三张二只能带一张K 你把那张K留着是干嘛呢 不要 八张牌这边可以 七道尖 其实那个时候既然是名堂牌的 我那时候接不接其实都无所谓了 对于于老师那边那时候 反正你打不到春天 你孙子打不打对K也打不打 可惜呀 林老师 名牌春天加炸的牌 名牌春天加炸应该是四倍的牌拿下 四倍拿下的话 我们想他这个牌应该是 二十四分赢下 可以挽回很多分数的 对而关到 好可惜 二十四时候其他两位选手 拿的分场都是三十五分的分场 二 不要 狗了 不应该啊 这个事物真是不应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九局下数之后的分数情况 晴文明老师是二十一分 余星负零分 田几蜜负二十一分 三梦 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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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了 他是想打灯耳打九道尖哦也行 如果说这个时候因为名牌的外头四个吧的话也很容易被打吧 其实包睡的那打法其实可以打个单子 如果过得到二过过不到的话 你起码单单对对来了我都是 哎呦万一有这个不要你看圈K间 那种选择还是不对 9刀毛是肯定大的牌 但是你十勾圈是不一定能打大的 R 不要了 其实我们今天过去当牌有多种变化的时候 拿个选择 很重要 不管怎么说分差是缩小了 现在秦文明12分 余欣富-9分 田津密-3分 这次拍名牌了 这是我从第一句到来 这次拍名牌了 那个时候是一句话 过了 我一发现 秋名老师算15的吧 嗯 不是打牌15 是我在选择性那种牌型的话 完全没得名牌的资格 对 不要说有花牌了 都是 是 按国标打法没得花牌的情况下 这种牌都没得资格去名牌的 那万一他这个名牌还打赢了 不要 那就是说明外头的 说明他厉害 外头的牌 就分不得有那个桥 过了 过了 我们看这个花牌好像不能阻诈啊 是在余老师的手里 对死 这是 其实那是运气比较好的地方 但是那个牌的对支支不住的话 还是有点 哦 把石锅圈给尖拆了 尖要拆的话 那么对死都必须先过进去 是啊 那个对死他也 没得表现上对毛的 不要了 拆就应该下来就是 然后再打单张 嗯 三代一 不要了 你看这边三张K一接 三代一 这下是 听到手里边 没办法了 对路 直接都够搭了 对死 不要了 不要 不要 余老师没要的情况下的话 余老师以为是他想用一个队子接回去 所以他就没有挡同伴这手牌 不过天老师那边也是够大了 不行我刚刚说的 如果说这个是去上海会打过 打一张包单做到同伴下架 也是够了 也是够了 这牌 他们两家抱的牌惊人的一致 不要 K 这张K也打得好 现在还不好说 两个看起来是很有机会了 是啊 他只要这样二窜进去了 结局未定 哦 小鬼 已经 我觉得这个牌打赢了 已经够大了 是的 过了 我都觉得在秦明老师明了牌的情况下 那 天老师那边为啥子 当时不下那个人 下来 直接 过了 把小王打死 然后 剩下一个单狗单狂的情况下 还有秦老师几手单张是 保留了勾 从可以开始打 这也是 不要了 一个关键点 狂 你看 打赢了吧 嗯 名牌 不要了 牌力不够 还打赢了 狗干 有意思啊 咱来看一下第十一局 结束之后 秦文明二十分 于兴负负负十三分 田机密负七分 不脚 三梦 补枪 五 秦老师鼎天顺三代和两个小被子 狗干 狂 狗浪 起码从目前来看 秦文明老师是不掉单的 牌是已经成型了 是的 如果爆单张 狗浪 可以开炸 不要 最好的结局是让同伴走 而且 作为拿到花牌的一家来说 手头有一个网牌炸弹或 还有另外的三代 这是最好的牌 是的 当你下完大网 那么我可以用三代 和花牌做炸弹 小鬼可以空牌 那么 当你保单的情况下 保单打网的时候 对开 那么我可以双网 够了 炸了用三代 如果手头不单牌的情况下 直接三代队子可以直接抛的牌型 嗯 三 四 狂 那个四过眼期感觉有更 有更轻松一些了 它其实可以三张六代勾 但是那个手并不确定 不确定啊 因为你毕竟三个路不是明大派 对 对击欧 那个时候打对三是正确的 不要了 你只要听的是你那边敢调 调在地狱四张的时候 谁去开 对吗 三个路都主打 没错 不要 那个时候比较了 因为 天呐 对而关到 那边是三个手的 好 那个时候快开动了 好的来看一下12局结束之后呢 现在秦温明26分 余欣妇-7分 田几米-19分 我们上次休息精度广告 待会再见 欢迎回来接着看整场比赛的第十三局 两梦 三梦 补枪 补枪 那个爹抓得相当不错了 不加背 对三 开对三 对勾根 过不到的话 等到穿毛 过了 不要 孙子 过了 可以扔一手 过了 解了的话 把自己打得太难熟了 孙子 不要 过了 死 狗跟 因为其实脸中牌 比较明显都是 二 五张牌 你除了孙子 其他牌 请肯定跑不走 打跪 过了 过了 选择了下打网 两个的话 孙子 过了 过了 然后一对实用 一对二回 对死 但是配没出现 其实好冒险 过了 对而关到 不要了 不要 可能是因为秦老师分数领先 不愿意贪炸 孙子 也对 现在呢 秦文明 32分 于欣赋 赋10分 田津米 赋22分 但是想在我领先的情况下 我多应于八拍 那么你想追我的可能性 都会更低一些 部阳 他 双大 直接用二上手对吗 其实当然这种排行列 首先想的是要把牌权先交到对方手头去 让他那条牌 给我透露更多的信息 那么在后期 我的脸子和三代 那些能够住在大的情况下 我心头太有低 队死 队高 够了 不要 队高主打了 三代一 够了 不要 但是为啥怎么先打三个球 我也不明白 就不应该先打三张球吗 他三个框是直接打三个球 现在流的排行列 是单单独猫 队都可以三 还保留三个球的排行 想列中爱也 我知道了 他有可能是保留四张球 小王是有一手排全的 对对对 他可能是想这样 反正要留一个炸弹 不如把这个大的三代打 不要 让你也大不了我的牌 过了 因为我三个框 如果把这三个人打下来 我帽猫也足打了 是的 这个思维算是很紧密的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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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现在清闻名是44分 于心负负负16分 田津密负28 三梦 补枪 补枪 秦老师在我的印象当中 我评定一个都唱排当中 女选手当中 思维是相当的清晰的 一位选手 两排 品牌嘉宾对我们的女选手 赞赏有加 从开局到现在 我觉得他的失误 都是很小的 他基本上在新牌过程中 可以说是失误率极低 唯一一把失误 还是在这个名牌上 你觉得有点冒险 对 并且人家还赢下了那把牌 但是哪把牌都是 整场能够打的是一把失误牌 是因为两位的能力配合 对 不 我 你 我 最喜欢的 你 余老师这个牌我们看一下 是两三代和对比的牌性 孙子 余老师 余老师 这边如果说不要诈的话 花牌当圈 一个三代 其实 她肯定是觉得余老师那边已经名牌了 三代一 对对就不要纠结了 十五局结束之后 现在秦文明五十分 余欣负负二十八 田几米负二十二分 三梦 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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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牌就不能做四张诗 两个的话还不如把花牌来挡舞 对 也就做一个三四五六七八的一个长姊妹队 三四五六七八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狗 两个的话大切都比较轻 是的 不要 调章更少 三 三四五六七八如果就结了 那么我就可以保留三四五六七八 就可以保留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狗的派行 八 因为余老师这边是选择加倍了的 也可以不贪诈 因为在天哪是可能伤心的娃娃牌 基本上没得 诶 等等 为什么刚刚又过了一张九 过了一张九这个牌我也没看得懂了 你只开牌打四和五 现在你又过九 这是几个意思 我觉得可能前面的四五 还有现在的落后 导致他先天哪是那边的四位可能有点混乱了 那现在怎么办人家这边马上要打这个双飞或者是三飞 两个九点一出去了 基本上都可以说一面来控制的比较消了 赶紧下张二花牌当九四五六七八 六七八九十狗 九 他如果说带牌就要带张二 他想现在就是脱手带牌 然后偷跑 你自己打个单子回单子的话三飞就这都飞完了 你现在的话飞不完的嘛 刚好啊 你带张七带两张五 三飞可以 现在第十六局结束之后呢 秦文明是五十三分 余欣负是负二十二分 田几米负三十一分 田老师排水好啊 不懂失误 我们看着就着急 你把两家应该要辅上枪了 嗯 那田老师你就加倍 两派 不加倍 加倍 嗯 田老师选择加倍了啊 孙子 五道勾七道圈 不要 如果你接了他可以七道K 过了 你不接他应该是七道圈的牌 不是 我是觉得田老师你把加倍 我在想刚刚刚 过了 你在对方明了牌的情况下 顺子是明显主打的情况下 不要 还有个问题 你不能让他打春天啊 三代一 打不到打不到 但是 同伴有三个毛 我在想他刚刚是不是应该四张三开炸 不要 三代一 他刚刚如果四张三开炸了 这个牌是不是有转变 直接开炸 对啊 比夜收牌都开炸 哎呀 现在来看啊 第十七局结束之后 秦文明三十八分 于兴富二十三分 田津米负六十一 那么现在于兴富 秦文明他俩之间的分叉只有十五分 嗯 对 有悬念 谁才是今天的类主呢 我们进入广告 待会儿再看 登陆3w.gogo.cn 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报名参加我们节目 没有什么烦恼 是一天看两次娱乐耍大牌 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 那就看三次吧 2019年娱乐耍大牌赛事大调整 除了每天五间十二点档 和傍晚十八点档 还新增一个深夜二十三点档 一天播三次 欢乐不停 精彩延续 一定要顶刀砍 搜刀砍 目不钻尽砍 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 只剩下最后一只牌 但一定要接着往下看 稍后重庆文体娱乐频道 将为您带来开心剧场 开心剧场超长剧线 让您一次看个够 好 欢迎回来接着看 整场比赛的最后一局 现在呢 内主跟秦文明老师 他俩分叉是很小的 谁都有机会 15分 内分叉只有一把牌 不强 但是因为 两牌 但是他选择了加倍 加倍也不高 因为你把牌没有强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有两架的可能性 我们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性 按照常规打法 画牌是当六 三四五六七八九 七八九是攻 三 但是田老师经常是不按套路出牌 所以我们要看看怎么发展 四 我就在想这个花牌是要凑双王的话 那你用什么牌上手呢 七 二 狗了 不要 先打个三对一 笋子 七八九十勾 要掉七八九三张牌呢 有点亏 其实还不如打三对打十五六七八九 笋子 现在花牌它当六 对啊 你起码打十五六七八九 它哪个牌都不干 天哪 在一边牌都不干净 这样看来你当初的那张三是不是打得很亏 对 不要了 好 那就下大王 打贵 因为这个倍数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可以提前恭喜一下我们的女选手 秦文明老师 今天是 夺得了 对 夺得了 对而关的 不要了 狮子名鬼 表扬一下 好 恭喜挑战者秦文明 同时呢感谢我们的品牌嘉宾陈恒里 谢谢你的参加 谢谢大家 比赛结束了啊 今天我们当上的一位女类主秦老师 在整场比赛当中呢 我跟我们的品牌嘉宾一直觉得秦老师发挥得非常不错 我拿球是叫狮子名鬼 对 有请秦老师 来 秦老师 秦老师 秦老师那边请啊 秦老师那边请啊 我真的想要偷偷地打探一下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二打一的 哎呀 我打了两年多了 才两年多啊 但真的是打得不错啊 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把真实水平全部发挥出来 没有 不错 我问中去 我去问 对 才没有黑毛线 对 他更希望一场一场就发挥得更好 对对对对 哎呀 真不错 为你书是大梦想 谢谢 谢谢 我们先帮帮给你 谢谢 我们感谢热主选手 20%的梦想金作为爱心公益金 以及同时呢 提醒各位记住我们的报名网址 3w.gk.fm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拜拜 今天的比赛结束了 虽然说两位选手是你了 但是还是有点小礼品送给你们 先一两幅扑给 你们两位选手对今天的表现 是否满意发表好你们的感想呢 我对今天的这个发挥啊 是点不满意 本来有几把牌都可以翻盘的 确实今天不在状态 也没得上次参加的那种成绩的 很遗憾 你在谈谈你呢 今天的发挥怎么样啊 感觉 发挥的还是都是整体牌都不好 没得关系 没得关系 今天是你了不要紧 那么下次有机会 还来继续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然后拿出更好的状态 给大家打出好的律程节好不好 那那后排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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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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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玩 绕他 帮帮有点跳 听着